接下来讲这个43页 治病 诊治疾病必求其本 以及早期治疗的问题 接着讲这段 最后一个自然段 善诊者查色暗脉先别阴阳 不管妄色还是切脉 首先要分辨什么 首先要分辨的 别就分辨吗 分辨的是属于阴呢 还是属于阳 至于什么样的色属于阴之色 什么样的色是阳之色 那么逐渐的咱们还会设计到 什么样的脉属阳 什么样脉属阴 这个过去倒有的医学家概括过 说大浮硕动滑阳脉 大脉浮脉硕脉动脉滑脉 都属阳脉 尘色悬阴 尘色悬耻 属阴 尘脉色脉 耻脉 这类的脉都属于阴 不阻止脉就属于阴嘛 查色暗脉 首先要辨别的是阴阳 沈青浊 而知不分 看看面部望色了 青浊 面色的青 面色的灼 是乌濁之气呢 还是这比较明朗的 比较光滑明顺之现象呢 这是沈气青浊 而知不分 还要知道不分 不分就是面部和五脏相对应的分布 比如说鼻子属皮 下颗属肾 等等 要知道面部的五脏所主的不分 而知不分 知道清浊 审查清浊 知道病人的正气 邪气的胜衰情况 看看疾病的部位变化 在哪个部位上有了特殊的颜色改变 特殊的改变 可以知道它所属哪一脏有病 比如说肝热病者左夹闲赤 肝有病呢 是这边先红了 左侧面颊这边红赤 说这个可能要发生肝热病 那肺热病者右夹闲赤 我说都内经话了 如果右侧面颊先红了 这可能要产生肺热的病 这就是妄色 可以知道疾病将要发生的情况 沈清浊 而知不分 试喘息 听音声 看病人的喘息的形象 听病人所发出的声音 比如 我们上次 我们这一篇前面所讲到的 病人是呼啊 病人是歌呀 是身呢 从他的声音上来看 还是脚趾公伤语这个五音呢 从病人的声和音 来判断 而知所苦 知道他苦也就是病 知道他的病苦所在 看看他喘息的样子 听听他所发出的声 发出的音 来判断 病属于哪一脏 这个是二之七所苦 观权衡规矩 权衡规矩是说的脉象 权是说的尘脉 横是说的腐脉 规是说的玄脉 巨是说的红脉 权是说的尘脉 也就是说 肾主于礼 冬季的脉就应该沉 但是脉如果沉的话 是病在礼之下 在正常的是属于肾脏之脉 是属于冬季之脉 在病态上 这反应病在于礼 横权啊 权的本意也是秤锤的意思 就那秤脱 形容它那样子 是垂下来 是很沉重的 横呢 本意啊 是说那个秤杆 度量横 那横 秤杆是平平的 虽然平平的 但是很轻的 秤杆稍微动一下 那可以几百斤就掉起来了 所以它是很平的 但是很轻的 所以是说的是腐脉 腐脉在正常现象当中 是秋季的脉象 是肺的脉象 那么在病态上 如果服务 那一是反应病在肺 一是反应病在表 大体说了 病在肺 病在表 归 归本来是原归 是圆滑的 圆润的 这种现象 化圆的东西 古神为圆之气 为圆之气 这种化圆归 做圆归 实际上说的是圆 但是古时候 化圆不是这个圆归 但是说为圆之气 它有圆润光滑 还有一定的饱满度 一定的饱满度 所以这是归 反应的脉象呢 是说这个悬脉 正常的时候呢 是说的春季之脉 和肝脏之脉 那不正常的 见到悬脉 那还是要考虑肝 还是考虑风 还是考虑到痰 悬脉吗 是甘之脉吗 甘脉干煮风吗 所以甘脉可以出现头晕呢 可以反酸呢 可以看到悬脉 脾气急呀 甘病都出来了吗 所以是甘之脉 脉 脊 是叫做为方之气 刚才说为圆之气 做圆的东西的 至于是为方之气 为方之气呢 是说的什么脉象呢 是说的是红脉 方啊 一摸就是很明显吧 很明显 所以是红脉 很旺盛的脉 那是在正常情况下呢 是说的夏天的脉 夏天人的气血旺盛于脉啊 是指着心脉 心为火葬 心炉血脉 所以红脉在正常时候 一般的是形容夏天的脉 说的是心脏的脉 但如果红脉在病态上 那是我们火热之气 火热症 但是这里的权补规矩 笼统的来说 它就是分析脉象有什么变化 观察脉象的变化 而知病所主 并是主阴 并是主阳 是主须 是主食 是在废 是在干 对吧 它是分不同的情况嘛 按尺寸 这个尺是尺幅 尺是尺幅 寸就是这个寸脉 尺幅呢 是腕 手腕在横纹 一直到肘横纹 这内侧的 内侧的皮肤 这叫尺幅 在鼓的时候 窃诊 触摸这个尺幅的变化 寒弱 滑涩 等等的变化 可以诊断疾病使用 那么现在临床上呢 也有的大夫在窃脉的时候 要摸一摸这个尺幅部 它当然不一定摸得这么深 摸摸这个部位的滑涩 还是寒温 那么有参考 诊断的参考意义 古时候呢 看来是很常用的 而且在灵书经上 还专门有一篇 叫论计诊尺篇 就讨论疾病 诊查尺幅 有这么一个篇名 这篇名就讨论这个问题的 所以按尺 按寸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寸口 气口 守太阴费经的气口 观浮尘滑涩 麦有浮尘 持斧有滑涩 当然麦上也有滑涩 麦是吧 看来从这句话上看 这主要是讲的 麦之浮尘 持斧之滑涩 辅主代表 陈主在理 滑之有余 色主不足 滑 主气血金叶还有余 所以持斧是滑润的 色了 那气血金也不足了 就色嘛 干色了 所以按尺寸 观浮尘滑涩 而知病所生 是在气 是在学 是在表 是在理 对不对 浮为代表 臣为代理嘛 滑为有余 色为不足 啊 知病所生 以智 无过以诊 则不失意啊 那么能够辨别阴阳 听声音 看士气 士气面部的五色 浮尘 清拙 以及茶色暗脉 观全横规矩等等 这样的话呢 全面的分析问题 用阴阳 加以概括 加以辨别 就不会出现错误了 说以致无过 治疗就不会出现错误 诊断也没有过失 这一个小字 这一个这一段呢 从故协风之日 济如风雨 一直到结尾这段呢 我建议 要背下来 因为也不背 你也应该知道吗 从阴阳 从阳阴 右之左 一左之右 这个都不知道 那咱们怎么当中医了 临床上怎么看病了 所以我说 不背可以 记下来吧 这一段 我们就讲完了 这阴阳性大论 这一篇呢 我们 已经把所选的内容 从原文上都讲完了 只不过最后还有一段 那个44页 有一个理论阐释 理论阐释 是提到的 善治者治皮毛 其实就是谈的 早期治疗问题 这是内经的 治疗理论的 一个重要原则 早期治疗 或者叫做治胃病 也就是所说的 善公治胃病 早期治疗 也是治胃病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 胃病先防 疾病防变嘛 既然已经有病了 就防止其变化 赶紧治 这也叫治胃病 这个具体内容呢 我就不要讲了 大家自己可以看一看 但是呢 联系到这个 这一篇呢 联系到刚才咱们讲的 最后这一节 这一段吧 所以从阴引阳 从阳引阴呢 我倒可以介绍一个病例 有这个方面的意思 这是本人自己治疗的 结合到本篇的内容吧 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舌头上 舌头出现毛病的 一个病例 我们在前面不是讲了吗 心主舌 心 在翘为舌 这不是本篇 阴阳阴阳大论讲的吗 这个我治疗过 这样一个病例 这个是挺早的病例了 还是这个76年 看的病例了 是一位26岁的 26岁的姑娘 你想啊 76年有历史背景 那中国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呢 这个姑娘呢 按当时说 家庭出身不好 不是有海外关系 就是家里是地主富农的方式 所以啊 处境很不好 在工厂当工人 人家谁都瞧不上他 挺好个人 能力也很强 但是就是心情受到压抑 当然了 也找不到如意郎君 没有办法 人家没人敢要他 所以啊 抑郁得很 跟我所住的地方不远 所以 有一天呢 突然的 他老爹跑来找我去给出诊看次病 这是休息日 礼拜天 因为住不远嘛 我就拿 当时拿一个出诊的一个针盒 搁点棉球 拿几根针 就去出诊了 这人家庭情况 背景情况 我都介绍了 他心肝火欲在里头了 心肝之火 内欲了 但我看到什么情况呢 再加上家里介绍 说那天下午 里被天那天下午 突然的发热 烦躁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整个舌体肿大 露到口外头 我去的话 大红舌头在外头伸着 出不去 回不去 送不回去了 面吃 而且我看到的时候呢 是烦躁不安 在这床上翻来覆去的 当然切他脉的话呢 是脉 悬而硕 刚才我说了 我知道这个患者啊 多年境遇不佳 心情郁闷而不得解 所以突然的心肝之火爆发 而心在翘为蛇 所以突然的舌体的红肿大出来了 就出现这个症状 烦热也是心肝火旺 蛇心开翘于蛇 蛇体红肿露在外头了 肿大出来了 那也是心火抗急 脉悬而硕 悬而硕 并在属于甘质脉相 硕 又属于热之相 这个时候我去了 怎么治呢 辩证应该说就清楚了 就是心肝火愈 心肝之火爆发 我刚才说了 我拿着针去了 拿针呢 这是心肝经之病 针刺哪了呢 针刺的内观穴 两个内观穴 那不是内观公孙 为心胸吗 是心胸之病啊 是守绝阴心包经的穴位呀 守绝阴心包经 那不是这个谈中者 尘始之关喜乐出烟吗 而能够反映心的喜乐的吗 心包经 又叫守绝阴经 又叫守绝阴经 次守绝阴经的内观穴 用泄法 应该说 可以泄心火 尘始之关喜乐出烟 带心用事 反映心脏的 这个这个 喜乐情绪的变化 再有呢 守绝阴经 它叫绝阴经 绝阴经 和干的 也叫足绝阴经 都是绝阴 经脉之气相同 虽然一个守 一个足 但是阴阳之气 是相通的 我刚才曾经提到 对事物的命名 在内经里头 经常用阴阳多少来命名 守绝阴 足绝阴 说明它们在阴阳之气上 两个经 是相同的 所以我用 谢守绝阴经的穴位 应当说 对于调整干经火旺 足绝阴干经 它也是有益的 所以就赐 两个 两手的内观穴 然后呢 就让他的父亲 赶紧到药店 去买来 几克的冰片 冰片这个药啊 是香窜的 是新凉的 新凉 走窜 因为这个病人 那样你除了扎针之外 不好采取其他措施 病人又在家里头 当时灌药 你们肯定吃不下药 舌头堵着口腔了 所以用点冰片 点舌上 这个冰片点舌上 古书上就有记载 致舌体肿大 冰片这个药 是入心肝经的 是新凉走窜的药 所以用它点舌上 用它新凉走窜 泄起心肝二经之火 给它少许冰片点舌上 大约15分钟之后 这个病人 当然针灸之后 已经安静一点 在点上冰片之后 这个表情就比较轻松 口里头就开始流出咸 口咸 大约40分钟以后 舌体逐渐就缩回口腔去了 那是心开窍于舌 我们是从心论治了 它舌体已经缩回口腔 还是在应该吃点药 开个什么方子呢 就开了一个黄莲温胆汤 黄莲没有问题 泄心火 温胆汤 本来是轻胆经痰热 但是呢 这个病人 我刚才说的是 心肝二经浴火爆发 可是在这里 我泄的是胆经痰热 仍然是有效 衣服药 喝下去 睡一宿觉 第二天早晨就去上班了 星期一就去上班去了 为什么用温胆汤 它也行呢 因为我刚才说了 阳病治阴 阴病在治阳吗 腹有 藏有食症 泄其腐吗 这个不是肝经有食热吗 用泄胆的方法 也就把肝泄了 这不也是 从阴引阳 从阳引阴 我刚才说 阳上善对这句话的注解 就是这么注的吗 除了我们教台引的张志聪 是从阴经阳经来解释 阳上善呢 就从腹属阳 藏属阴 腹有虚症 腹有虚症 就补其脏 脏有食症 就泄其腹 这个正是脏有食症 肝有食症 所有用泄胆的方法 所以用个黄连文胆汤 一副 就这样就 就治愈了 扎了一个针 开了一副药 致其舌体肿大 正好呢 也反映了 我们阴阳影像大论 理论上所说的 心在巧微时候 阳病治 从阴引阳 从阳引阴 这么一个治法 介绍这样一个病例 这一篇呢 阴阳影像大论 这一篇 我们就讲完了 下面讲第二节 素问脏器法食论 教材的四十四页 脏器就是五脏之气 法食就取法于食 效法于食 和四十之气相应 就讨论这个问题 以讨论脏器和四十的 关系问题为主的 所以这一篇 就叫做脏器法食论 现在我们选的这一节呀 我们选了这么一段哈 并没有把这个脏器法食论 选完 我们选了这一段呢 是讲的五行升克 预测病情 以及五脏所欲 就是用这个五行升克 来预测病情 以及五脏所欲 所欲就是他希望的吧 他希望那样 五脏各有他的特性 他特性什么 他就需要什么 需要酸味 需要苦味 需要心味 需要宣散 需要藏 需要避藏 这就是五脏所欲 这个选的这一段呢 是讲的五行升克 预测疾病 即五脏所欲的问题 但是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呢 是什么呢 是在本段之前 在脏器法食论 还有一段 那一段呢 是讲了五脏所苦 我们选的是五脏所欲这一段 在五脏所欲前面一段呢 还有个五脏所苦呢 那一段就删掉了 因为教材有个学识限制 文字字数有限制 所以不能选择很多 所以把前一段删掉了 当然我们讲了五脏所欲 也只是讲这个理而已 所以五脏所苦就删去了 五脏所苦是讲什么的呢 比如说 说辛苦缓 辛苦缓 心脏有毛病了 它什么状态呢 它是苦于缓 缓就涣散 心气啊 有涣散的这种状态 所以它苦 苦就病吧 病苦嘛 心这毛病呢 有心气要涣散的现象 怎么办呢 辛苦缓 即时酸已收治 用酸味药来收它 辛苦缓 即时酸已收治 还有肝苦疾 肝苦疾 肝病啊 筋脉菊疾 筋脉不疏 因为肝有病导致的 胃脚痛也是一种菊疾 按中一看 也多半是属于肝疾 说肝苦疾 即时肝已缓治 贝苦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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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时苦已造之 贝苦已造之 贝苦疾 即时苦已造之 对不对 用点仓儒 用点白竹 那不都用造尸 健脾吗 即时苦二 已造之 肺苦疾 上腻 肺苦疾 上腻 即时苦已卸之 即时苦已卸之 比如黄禽 即时肝已缓治 比如肝草 心脏那个 即时 即时酸已收之 那五味子 对不对 五味子不是酸收的吗 这个肝草不是肝的吗 这个即时苦已造之 刚才我说的 苍白独不得说苦的吗 肺苦气上腻 即时苦已卸之 比如说黄禽 不是卸吗 可以卸肺吗 肾苦躁 肾苦躁 即时心已润之 这个肾苦躁 是说肾的阳气 不能发挥 蒸化的作用 导致了精液不足 而躁 不是说水少了 这个躁 是由于阳气 不能喧化 导致了精液不足 很可能体内还存着有水呢 但是呢 因为阳气不能蒸化 不能化生精液 所以它照样的造 怎么办呢 所以肾苦躁的 要及时心已润之 使心味药鼓舞阳气 比如福子肉桂 福子肉桂是润药 怎么是润法呢 就是它鼓舞了肾阳 使阳气能够蒸化 精液就出来了 所以就不造了 这个临床上还是见得到的 有那个心理衰竭的病人 中医看来是属于肾阳虚了 肚子也是水 全身也肿着 你让他伸舌头看看 根本就没经验 水都肿了 腿也肿了 肚子也是水了 它还是没经验 为什么呢 它阳气不能化 所以不是也有一个蒸午汤 治疗这种情况的方法吗 蒸午汤就是温慎阳的吗 那其中有福子嘛 是不是啊 所以啊 这个举例来说呢 心已润之 福子肉桂是心已润之 用心味药来鼓舞阳气 阳气能够化成金叶了 把水叶化了 所以尿也排出来了 金叶也化了 甚至这病人也出汗了 那个水肿病人不会有汗 要有汗的话不肿了 是不是 或者说汗能有汗的话 起码水肿不可能厉害 因为汗也是排泄水的一种重要途径嘛 所以用心味药鼓舞阳气 可以使得化成金叶 尿也可能排出来了 汗也可能出来了 金叶也产生了 在这个藏气法时论 这个第一段呢 还讲了个五藏所苦 下面呢 我们现在选的这段呢 是讲了个五藏所欲的问题 那么现在就把 现在我们所选的这一段 先读它一遍啊 皇帝问曰 何人行 以法四十五行而至 何如而从 何如而逆 得失之意 愿闻其事 齐波对曰 五行者 金木水火土也 耕贵耕见 以至死生 以绝成败 以定五藏之气 坚慎之时 死生之气 并在干 玉于下 下不玉 甚于秋 秋不死 池于东 启于春 尽当风 干病者 玉在丙丁 丙丁不玉 家玉更心 更心不死 池于人鬼 启于甲乙 甘病者 平淡会 下腐肾 夜半静 甘玉散 及时心 以散之 用心补之 酸泻之 病在心 玉在长下 长下不玉 甚于东 东不死 池于春 起于下 尽温时热衣 心病者 欲在悟己 悟己不玉 家玉人鬼 人鬼不死 池于甲乙 起于丙丁 心病者 日功会 夜半肾 平淡静 心欲软 即时贤 以软之 用贤补之 干谢之 病在痞 欲在秋 秋不玉 慎于春 春不死 池于下 起于长相 尽温时宝时 失地如衣 匹病者 欲在更心 更心不玉 家义于甲乙 甲乙不死 池于丙丁 起于不及 匹病者 日谍会 日出肾 下腐境 匹于缓 反 即时肝 一缓之 用苦 谢之 肝 补之 病在肺 欲在东 东不欲 甚于下 下不死 持于长夏 起于秋 近寒饮 时寒衣 肺病者 欲在人鬼 人鬼不欲 家于丙丁 丙丁不死 持于物己 起于更心 肺病者 下腐愧 日中肾 夜半静 肺欲收 及时酸 已收之 用酸补之 心谢之 病在肾 欲在春 春不欲 肾欲 长夏 长夏不死 持于秋 起于冬 禁犯 醋爱 热食 温至一 肾病者 欲在 甲乙 甲乙 不欲 肾欲 物己 物己不死 持于更心 起于人鬼 肾病者 平淡会 四季 肾 下腐敬 肾欲 肩 即时苦 以肩之 用苦 补之 贤 谢之 父 邪气 之客于身也 以胜相加 至其所生而育 至其所不胜而肾 至于所生而持 自得其胃而齐 必先定五脏之脉 乃可言 坚肾之时 死生之欺也 是不 亦是所育 五脏啊 希望什么 要求什么 一个是呢 用五行 深刻 来推测 这个 疾病的发展情况 或者说 育后 下面我们把它串讲一下 皇帝曰 和人行 以法四十五行而至 这个和呀 简单的解释呢 就是属于结合 但是另外一种解释呢 你可以解释为验 验证的验 检验 验证 结合人体的形体 以及四十五行而诊治疾病 结合人的形体和四十五行来诊治疾病 这是很通俗的解释 如果你在严格的分析认真分析也有另外的意思 说验证 说验证人的形体和四十五行 相合的关系而进行研究 这个治 作为研究也可以 但是我们还是用一个通俗的解释吧 结合人体的形体 以及四十五行来诊治疾病 总之这个精神是不错的 是人和四十五行 相联系起来分析问题 从何如而逆 把人的心理和四十五行先联系起来 分析疾病 什么情况是从 什么情况是逆 从就顺 就正常 就好 和疾病在什么情况下就好 在什么情况下就坏 逆就是逆症 就危险 严重了 就什么情况病就减轻 痊愈 什么情况病要加重 甚至于死亡呢 何如而从 何如而逆 得失之意 顺就是得 逆就是失吧 得失之意 愿闻其事 我想听听有关这个问题 这个齐博回答说 说五行者 金木水火土 这就是五行 但是这五行呢 他有的时候 每一行啊 有他自己旺盛的时候 也有他自己衰弱的时候 就时间而言 五行之气 有盛有衰 所以叫更贵更贱 更别的变化 贵就是旺盛 贱就是不足 在他所主的实令 他就是贵 在别的 在他所克制的之气 所主食的时候 他就是贱 对不对 比如平淡 早晨 是木气旺 那么这时候 木气就贵 等到下午 三四点钟 四五点钟 这段 是身有时 是金气胜 金气就贵 但是干气呢 受到克制 木气 木气受到克制 木气在下午三五点钟 那么这段 他就应该是衰 或者就是贱 所以五行之气 在一年也好 在四季也好 在这个每一天也好 他都有更贵更贱的 这样周期性的变化 有望 有衰 所以叫更贵更贱 我们懂得这样一个五行 更贵更贱的规律的话 用以可以知死生 判断疾病的发展情况 给疾病做一个愈后 所以知死 以知死生 以绝成败 成也是痊愈嘛 败也就失败了 治疗错误 治疗不成功了嘛 或者说病人死亡了嘛 这一个意思 以知死生 以绝成败 而病五脏之气 那么首先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分析疾病的痊愈 以及加重的问题 要先定五脏之气 七胜 五脏之气是胜是衰 五脏之气在什么时候胜 什么时候衰 某一脏是属于哪一个形 比如干属木 心属火之类 定五脏之气 把这个五脏之气 属于五行的问题确定下来 把五脏之气的胜衰情况 掌握了 坚肾之时 死生之气 这样的话呢 可以定五脏之气 坚肾之时 坚就是病轻 病轻微 肾就是加重 就知道什么时候轻微 什么时候加重 要是生的话 应该什么时候痊愈 要死的话 应该什么时候死亡 所以说 坚肾之时 死生之气 可以确定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小的自然断呢 就是强调了 人身形和四十五行 相联系 五脏 分属五行 就像我们在阴阳影响大论里头讲的 五行在一天 在四季 都有其衰忘 因此五脏之气 同样也有其衰忘的周期 衰忘的过程 何叫衰忘的规律 下面就用这个规律呀 来具体分析一下五脏之病 比如说病在肝 育于下 对 这个病的衰忘过程 是怎么一个过程呢 其实在这段的最后 说了 也就是四十五页 这个整段的最后 这个两行零四个字呢 复协 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看到四十五页 原文最后 这个两行零四个字 复协气之刻于身也 以胜相加 至其所生而育 这个某一脏之病啊 按时间算的话 到达什么时候病痊愈呢 至其所生而育 到他所生的这个时间 并应该痊愈 比如说肝病肝脏属木 按四季来说是属于春天 其所生 其所生的木生火 夏天 肝病啊 应该在夏天而愈 痊愈 至其所不胜而慎 到达他所不胜的这个时辰 干属 或者说季节 干属木 他所不胜的是金 金颗木吗 那么也就是说按四季来说 是秋天 秋属金 所以肝病到秋天 就加重 至 至于所生而持 这个至于所生 是生火者 比如还是说肝病 什么生的肝呢 是水生木嘛 所以肝病的话 到冬天应该相持 维持现状 至于所生而持 自得其胃而起 到春天 那是木之胃 是肝之胃 所以这疾病有起色 按本篇来说 使爷说的有起色 他最后总结的这句话 我们把最后的总结的这句话 先说一遍 然后再回过头来 再看这个具体的 每一脏之病 你看啊 肝病者愈于下 不是吗 我们刚才看到了 至其所生而愈吗 肝属木 下属火 木生火吗 所以至其所生而愈 所以他说愈于下 肝病者愈于下 下不愈 甚于秋 那么至其所不胜而甚吗 肝属木 秋属金呢 所以肾于秋 秋天就严重 也就是说 金刻木了 秋不死 迟于冬 秋天虽然严重 但可以不死亡 病情再继续持续的话 那么到冬天呢 就可以维持现状 也就是最后所说的 至于所生而迟嘛 于所生 至于所生 也就是水生木 所以冬天是水 所以说 至于冬 到冬天 并就维持圆状 起于春 到春天 并应该有起色 肝病到春天 应该有起色 这是本篇的意思 但是也有一种解释 自得七万而起 也有病的复发的意思 也有另外一种解释 也不是不通 现实情况 也有这种病情 既有到肝病 到春天 有起色的 那么也有的时候 肝病到春天 就发作的 这个起 当然从本篇来讲 主要是讲的 有起色 但是从这个理解上 也有人理解为是 到这时候 病就要发作 而且临床上 这种现象 也确实存在 特别是春天 精神性的疾病 沐浴之病 到春天 容易发作 什么抑郁症 造狂症 精神分裂症 这套情质性的疾病 以沐浴为主的 那些个疾病 确实到春天发的多 这现实情况是这样 而且实验室研究看 那么到春天 这类的病 它这个体内的 一些个生化指标 也是在发生变化 所以到春 自得其位而起的问题 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解释 也确实有一些疾病 明显的存在着 这样一种情况 到它相应际 反而发了 本来到秋天 这病好了 差不多了 到春天来了 发作了 那么所以治疗一些 精神性的疾病 特别吃西药 减药的话 一般主张在秋天减 到春天不能减 甚至于就是秋天冬天 比较平稳 到春天说不定 用西药的话 还得加点量 用中药的话呢 冬天就开始治疗了 到春天更要注意了 所以这个自得其位而起的问题 有两种理解 这个起于春 干病着起于春 尽当风 因为木气通 木木气通于风嘛 风木之气通于干嘛 是吧 木风干 是按五星归类 它是一个系列的嘛 所以尽当风 因为受了风险更容易侵犯肝脏 导致肝病加重 下面又说 肝病者遇在丙丁 丙丁不遇 这同样的是按一天 十二个时辰算 跟上面按记点算的 一个同一个规律 丙丁是属于火呀 肝病者遇在丙丁嘛 就跟上面遇在下是一回事 丙丁不遇 日加于庚心 庚心是金啊 庚心不死 持于人鬼 人鬼是水呀 跟上面持于东是一样的 起于甲乙 甲乙日啊 甲乙日啊 这不是按时辰 是按甲乙日 丙丁日 甲乙日 甲乙日就是木之气 甲乙守木 甲乙属木 甲乙丁属火 物己属土 耕心属金 人鬼属水 石田干 化为五行 两个两个 组成一行 在我这下边是一天 一天当中 前面那个是石干日 甲乙日丙丁日 那个石干日 下边是讲的一天的时间问题了 所以甲冰着平淡会 平淡就是清晨的 早晨这段 早晨那段属于木啊 和甘气相应吗 下腹肾 下腹就是下午三四点钟那段了 哦 深时腹日略有 是 深时是三至五时 腹是指深时教材有注释 就三四 三十到五时 这段是这个属于金气肾啊 所以他就下腹肾 金克木了嘛 夜半净夜半熟水 也就是上面所说的 这个置于所生而持 水生木嘛 这是说的 并行的 加重减轻 都是按五行生克 也就是这个本段最后总结的 那个规律来推算的 下面这段又说 甘预散 及时心预散之 我不说了吗 在这段前面谈到了五脏所苦 这又说的五脏所欲 甘为什么预散呢 甘本性是调达 但是甘不能调达而抑郁 甘病又多欲 甘欲病是很多的 对不对 五脏都有欲 但是甘欲最常见 甘气欲了 所以才希望散 希望散 怎么才能散呢 说即时心以散之 心肝发散为阳嘛 也是阴阳相大论 我们讲完的嘛 心味药可以发散 所以即时心味药以散之 用心补至酸泻之 心味药怎么会是补呢 是其本性为补 是其性为补 甘欲散 你用心味药来散它 适合肝脏的性了 那就这补 是其性为补 反过来 和这实习性相反的 那就是蟹 酸 蟹脂 酸和心味相反了 心味在散呢 酸味在脸呢 所以那就叫蟹 当然 在同一个方子里头 我们经常的是 补中有蟹 蟹中有补 虽然以补为主 但是还要加点 疏散的药 或者疏散为主的药的时候 我们经常要加点收敛药 这才是祖方嘛 不是说 需要温了一派热药 需要补气的一派补气药 一点养阴药不应 那恐怕不是真正的配方原则 这一条呢 特别在消耗散 这个方子的使用上 看得最清楚 甘欲散用消耗散 用心补至 所以用薄药生姜 这类得散 有的医生认为 薄药生姜太淡了 不用 不用就补掉消耗散 人家说了 要及时心已散之吗 心内补 你还得用点少药 不用少药 脸下也不行 所以用心补至 还得用心 用酸泻至 好 下课 我还得用心补至